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带给我很大的一个震撼 就是它让我们的员工的凝聚力 从晚时间里面快速地萌缩 影响了全场 而且并让我看到的就是他们的爆发力 还有课程的凝聚力 这就是课程的精华 怎么样子把爱放在心里 然后双脚踩着忠诚以笑道 双手扛着双肩 坚持以责任 头脑时时充满着感情 这些确实它是已经办到 打造在员工的心智 小伙伴们 我们亲爱的一些大长贵宾 还有老师们 大家好 我是师长岁 是战九集团的代表人员 也是公司的总经理 这三天的课程 我带了公司的另外五位 重要的员工 跟我一起在这里推训 我本身是上过了很多其他课程 可是这一课程真的给我很大的一个收获 什么收获呢 我起初来这边的时候 我以为可以带着我的团队 一起在这里竞争学习 可是那时候我们被分到小组去 所以我就有新的一个挑战 而且我又被小组推荐成小组的英王 最近我从中学去到的是 因为我的小组破产在第一天 很真的我那时候内心我上台上老师 还跟我详细分析为什么我会破产 我才知道原因出了哪里 在一天里面第二天 我们的分数就跑到第三边去 谢谢 这三天的课程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他们有Syrian到 以及他们在他们的这个心态 以及他们的思维方面 对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变 尤其是在责任感方面 因为这个课程呢 有通过有一个不同的这个活动 一个第一的活动呢 让他们能够领受 以及领悟得到 他们的责任是到哪里 那么通过那一项无关特别的活动呢 他们深深的地就会到 原来他们所做的 很多学务都不是 皇上老板的反应承担 那么通过了这个活动 他们能够深深的地就会到 他们其实这个阵容是 他们同时已经跟老板一起分担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我觉得是最大的这个修复 而且他们本身他们的心智 也非常岔开 透过这上面的课程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变 一个礼拜就是他们的心态 以及他们的队员 以及他们的下属的这个 安心这个六星级的这个课程里面 这个课程通过艾老师的一个教导 包括我们的队员队呢 现在刚刚来之前的申诉跟梳理呢 到现在非常有趣 然后能够呢 协调对比较弱 然后彼此好像家人的意思 那我希望这种 有家人呢 就相处跟这么有趣 能够带到我们的企业 在这里呢 我看到的就是他们的那种 心态的转变 然后跟之前的心态 而我的团队呢 跟我之间的那种 那种 像家人般的那种感觉 那种亲切 是我们过往没有发现的 那我也非常感谢安老师 举办一个这样的课程 让我们的团队能够得到成长 这一次我派了52个的那个演工来读 所以我感受到的是 第一他讲的心态我很赞同 所以心态就是 就是说工人的心态 他们要正确要正面的 这样他们做起来 做起来的工作才会也是正面的 就比如我们的 我们的建筑公司里面 很多都是男孩子 所以 也是表天山他们表现出来 都是很硬很酷的 就像我这样 我也是很硬的人 所以你从这个课程里面 你可以发现到 他们 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一面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讲的就是责任 就从那个活动中 他们可以体会到那个责任 其实责任 就像他父母亲在跟他 跟他承担了一切的责任 所以他就会联想到 企业里面的狼狂 其实就是他们的 那个衣食户 我刚刚才进我拉美安这间公司 我才做了两个星期 可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老板娘要送我来 留心提议 请他一点的课程 但我一来到的时候 我觉得很陌生 很无助 为什么老板娘要送我来 这些我不认识人的地方 当然我 正正上完这三天课的时候 我才发现到 我老板娘是要让我们的员工 去怎样体验 彼此怎样去负起这个责任 怎样要一起合作 一起勤勤 可是在这三天里面 我学到了很多人 谢谢你 我没有想到你会得到我的外面 我没有想到你会得到我那么厉害 你还能听我问我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我是本身是住在马来西亚的 这三天课程里面 老板娘让我住在公司里 可是我莫忘没有想到的是 老板娘会在我的公司做 等到我11点多才会 老板娘谢谢你这么关心我 虽然我不是做那么久的工 谢谢你那么相信我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缘才能相聚 有心才会珍惜 何必让满天雾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通向 有难必然同当 用相知相守 换地久天长 有福就该不会变得了 我会得到一家人 跟我们的相机 不得了 有福就该乱了 也要不要 再问他